当北部湾辽阔的海域撞进我们的视野时 中国地质年龄最年轻火山岛的距离就不再遥远 只需要在广西北海市区 潜出20海域左右 就能在一碗灰蓝色的海域中 寻找到这座岛屿的椭圆形轮廓 维州岛的这一位置不近也不远 它加到好处的 象陷在整个北部湾海域的中心位置 北纬21度的热辣海风 常年吹拂着这座岛屿 这让它以热带的海岛风气 风靡全国 然而 当我们在追寻维州岛的过往时 它脚下的这片土地 却并不像看上去那样风平浪静 来自地满族的玄武岩影像 在距禁200至300万年前 便在北部湾的海面下 开始了一场漫长的造岛过程 这期间 维州岛经历四次不同形式的喷发 之后 一座椭圆形岛屿逐渐显入在 这片大海巨大的蓝色帷幕中 而这一漫长的过程 足足经历了上百万年 直到距近一万至三万年前 才最终定格下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南北长6.5公里 东西宽6公里 总连近24.74平方公里的 维州岛轮廓 然而 维州岛这看似圆润的轮廓南部 却长出了一条十分显眼的尾巴 它把维州岛原本接近圆形的轮廓 勾勒出形式斗号的外形 这条尾巴的长度 大约在2.5公里 平均宽度不足700米 相对于整座岛的规模来说 它显得十分小巧 但是 它却弯出了一道几乎完美的弧线 在维州岛的南部 画出了一片柔美的海湾 幸好有了这片海湾 才让远离大陆的维州岛 有了一方避风的港湾 于是 岛上最大的渔港 红石也是最热闹的街道 南湾街 就被拦入它的壁湾当中 虽然 南湾街仅是一条 长度在千余米左右的狭长街道 但这里却汇聚了 整座岛上的商业精华 各类酒店 商店 餐馆 与岛上最大的渔港 海鲜市场 都不约而同的汇聚在这里 人员的聚集 把一座繁荣喧闹的海滨小城 献给了一座 原本远离陆地的孤寂海岛 但维州岛 这条热闹尾巴的来历 却并不频繁 实际上 维州岛这条小小的尾巴 正是来自原谷火山 喷发射气岩浆 冲破上腹地沉后 塌陷而成的地平火山口的一部分 来自地下深处的巨大能量 以吹枯拉朽的骑士 在一座小小的海岛上 造就了一场伟大的沧海桑田 在他口中喷发出的玄武制火山演讲 正是维州岛露出海面地层的主要来源之一 之后 热带的海风与海水 又参与了这场有关于地质演变的运动 在漫长的历史岁中 他们逐渐侵蚀掉维州岛这一原本饱满完整的火山口 只留下维州岛的这条小巧的尾巴 增藏下这片大海数百万年的杰作 然而 当炙热的风烟散尽 今天人们记住的早已不是它躁动的内力 而是阳光沙滩 波光林里的海岛风光 大自然这一数百万年的手笔 造就了一座拥有无限风光的海岛 如果要问维州岛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 岛上的一万八千多客家移民 也许最为了解 作为第一批海岛风光的赏课 跨海而来的客家移民 早已将这座海岛的喜怒哀乐熟记于心 他们在数百年的岁月中 逐渐以聚居或是散居的方式 洒落在海岛的各个角落 构建起两个社区九个村落的基本社会单位 然后又被长度接近15公里的环岛公路一一串联 如今散落在整个海岛的社区村落 依然成为了海岛观光的地理坐标 对于出登海岛的游客来说 面对繁多的海岛风光 也许找到一座村落就能找到海岛观光的目的地 比如如果你想要在石楼口拥抱整个海岛最美的日落与沙滩 那么找到屋于海岛南部的竹泽辽村 就一定能够抓住这海岛上稍纵即逝的美景 欣赏往维州岛最美的沙滩日落 同样也可以在这里中转到小岛南部的尾巴 蹬上鳄鱼山头 看一场火山造就的地质大戏 如果夜幕降临 你还可以从竹泽辽村向东 转入南万界繁华景侧的喧闹市场当中 感受海岛的绚烂夜晚 当然如果你觉得阳光与沙滩 还不能满足你对这座海岛的追寻之气 你还可以找到位于小岛东侧的盛唐村 在这里看天主教堂所成风的海岛过往 最终以人类社会组成的海岛单元 将维州岛的自然风气巧妙地串联在一起 在祖国南部的大海中 献给了人们一座年轻而又热情的火山海岛 中文字幕 кол期待